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盛方婷 她一直在帮我 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 抚养权的问题 她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我觉得她对东远 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你要留心她 我记得很早以前你跟我说 你不喜欢东远集团 那你现在是怎么说服自己 去帮她的 聂东远是聂东远 聂宇胜是聂宇胜 我很欣赏她 所以我很期待 聂宇胜接手后的东远 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有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盛方婷 她一直在帮我 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 抚养权的问题 她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我觉得她对东远 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你要留心她 也不过 去吧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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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卡丽宇胜 你还不带露吗 我还不在乱 和我治疗吗 你还不需要 你最爱不愿意 你已经在乱他们随身 或者我们在乱身上 今天来 我是想请你帮一个忙 我想请你和我 我们一起配合医生 治疗于身的病 你有什么条件 这就尽管开口 我都答应你 就他一次 我有个想法 一定好 待会见到我爸 我想把你们正式的 介绍给他 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 告诉他 好吗 对了 你跟你爸说了吗 不用 不用 我来说就行 我上大保证过 一定要让你幸福 一定要让你开心 不能让你伤心难过 你放心 我一定能做得到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我们要学会的是要去面对 你现在很会讲道理 因为我有体会呀 那以后呢 我们会变吗 会 会 不会 不允许 我不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机会离开我的 他妈的事 跟你爸可能还真有回忆 你走吧 别再来找我了 陈杰 平平怎么治疗 我听你的 那现在余胜怎么治疗 听我的 不用你管了 用我的时候 就把往前推 不用的时候 甩手就不认人了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放手让你去治疗聂余生 你把他治成什么样 结果呢 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 两个相互不喜欢的人 坐在这里争论这些有用吗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他给治好 你知道 你知道他在犯病那点期间 他有多痛苦吗 整整三年 三年他受得人不像人归不像鬼 人都脱象了 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僵尸一样 我整天不说一句 我知道他痛苦 死咬着牙 他真的 他就是不说话 我让他说话 他都不说话了 这一句是谁造成的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聂总的公子聂宇盛 聂总还在医院治疗 所以从今天开始 由小聂代表聂总 执行工作 大家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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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会先说 如果不马上付款 就让工厂停工 我们做的是实业 厂房租金 材料 员工的工资 一睁眼就得花钱 是 要是一波六十二 在哪个环境出的问题 是真的要倒闭的 所以呢 我们提前催促获款 真的不是为难你 是要保我们自己的命 将近三个亿 公司现在 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的吗 他们这是唯一人 是啊 可是打官司也需要时间 就如算是官司营了 公司也就垮了 想要想不及为 一定 薪斯 跟盛美职兵就好 想不及会等上班 看你需求 先见 那就现在 作为董事会成员 在座各位 都是我们公司 重要的一分子 但在座各位 有谁能保证 公司的收益 有谁能保证 我那一生 主动让谁 今天你跟我说 旋律和义务 那为什么要再座各位 就在一个月前 东远集团资金短缺 付不起工业商的钱 青山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 股权支押贷款 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 要处理 但风险的时候不惊人影 巴斯还没有一撇 就电机场回报 天地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各位要是愿意相信 相信这一次 企业结构优化 能为东远带来转机 那么就留下来 我们风雨同舟 荣耀共享 若是不相信 没信心 我也不挽留 更不会记恨 我们好去好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